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 3月31号 4月1号呢 就是马来西亚呢 终于结束那个封国 就是 正式打开国门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封城 大马的封城呢 正式正式的结束 那么 也没有想到啦 真的 你问我心里话呢 我没有想到呢 能够活到今天 真的 大家还记得吗 2020年的1月25号 那天 中国武汉来的大马三个人呢 三个人呢 确诊了 那个这三个人呢 就是第一次呢 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病毒呢 我们的这个 出现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那个国境之内 1月25号 如果没错呢 1月25号那天呢 是我刚刚去 独拜 刚刚去迪拜 那时候呢 我在这个独拜 过新年嘛 那个 应该是年上时去的 那个初一初二 到初五 其实在初五呢 从这个独拜回大马的时候呢 已经感觉很不对劲了 因为到了初三 初四 到初四差不多开始了 我就感觉到呢 他们看见我们还皮肤的人呢 有一点 顾忌了 有一点感觉不对劲了 然后就回来 结果呢 自从那次独拜回到大马之后呢 到了今天呢 还未能出国 那么直到明天 4月1号啦 这个大马的国门呢 才真正的打开 那么3月31号的晚上呢 这个 我一家人呢 也稍微去庆祝一下 庆祝我们活到3月31号 所以在这里 如果要我讲呢 我可以这么讲啊 这个4月1号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日子啊 它可能也是我们大马疫情的分水灵 也可能是我们人生的分水灵 那么我就宣布我自己呢 在这个2022年的4月1号之前呢 叫做上半辈子 就是2022年的4月1号之后呢 正式进入我的下半辈子的这一天 因为呢 我们经历了一个呢 从我们出生到现在呢 绝对没有想过被所推经历的东西 这个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这一辈子呢 真的是火到很精彩啊 也许我们错过了一战二战 但是呢 我们却见证了这个呢 前所未有的这个世纪 婚疫 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 而我们呢 竟然活着度过 那么大家也知道 这是2022年的 2020年的3月18号呢 马来西亚正式的封国 从那一天开始呢 大家已经不能够正常入境大马 当然可以进来啦 你要隔离14天 后来又变10天 后来又变7天 直到明天4月1号呢 完完全全的解封了 就是你进来呢 你只需要呢 就这么简单吧 你只需要呢 你在72个小时之前 你做了核酸检测的报告 再来你满足条件 满足条件 就是你已经完成疫苗 这种就是三 打完最少三针的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呢 大摇大摆的 走进大马的国境 或者是 你从外国 大摇大摆的 回到大马 不再需要隔离了 然后你Landing大马的时候呢 你在24小时里面呢 你就做了那个RTK就可以了 当然啦 直接在机场做啦 直接机场有看见有啊 就做RTK的 直接就做了RTK就算了 所以就结束了 结束了一个时代 结束了一个封城的时代 那么这个 从那个2020年的3月18号 到这个2022年的3月31号呢 中间的太多太多的故事呢 哇 太多太多的经历了 真的 所以我会说呢 没有想到我们都还活着 那么我们的这个瘟疫人生呢 系列呢 已经记录了 我们当中走过的 每一个点点滴滴的日子 每一个心酸 每一个举白旗 每一个 看到每一个人的 那个什么 失去的那个经济 破产 然后呢 无数的人呢 失去生命 无数的眼泪 无数的泪水 所以终于熬到 大马呢 把国门打开了 所以先见门声呢 我们当然也要绝测一下呢 接下来呢 4月1号之后呢 我们会怎么样呢 来我们先看一点新闻啊 背景啊 人不在大马的这个观众朋友呢 欢迎你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真的很安全啊 大家放心来啊 确实是很安全啊 我们 如果你看我频道这么久了 我们还 我们都还活着 真的很安全 放心放心 今晚来啊 4月1号之后呢 就这么简单 你就可以来大马了 所以到时记得来啊 大马是什么疫苗都承认的 基本上你什么疫苗都承认 你来就可以了 大马已经结束烽火了 所以这个 边境开放呢 这个 就代表呢 在国外的大马人呢 已经可以回国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呢 那个全世界的游客呢 都可以自由的进来大马了 所以当然这个大马的交通部长呢 他这几天很忙啊 所以你没有看到他什么讲话 就这样子了 因为这个海陆空 通通解封啊 海陆空通通解封 你可以从海陆 你可以从陆路 你可以从空路呢 进到大马 然后这个大马的移民厅官员呢 已经很忙很忙了啊 所以啊 最近如果你朋友做移民厅工作的 你不要去 不要跟他讲话 不要吵他啊 现在工作量很大啊 所以已经得空了 第三年了嘛 第三年了嘛 第三年没有工作做了 哎 现在啊 边境重新开放了 大家重新买了 2700公元呢 税事待发 当然当然也有一些投诉啊 因为 发现新加坡很多人呢 就想呢 趁4月1号呢 跑来大马 或者是 1号是星期五嘛 星期五还在上班 很多人等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六星期日呢 会比较热闹 特别是那个一日游的人就来 因为所有要来大马的 你一定要在麦瑟特拉去填 结果新加坡的人 天天天天下 还有 又用那个字了啦 B字头啦 当然 所以我跟你讲呢 这个麦瑟特拉就是新加坡的人做的就对了啦 新加坡的人自己明白了 你们自己的国家做的东西啦 什么都叫你天啊 你看新加坡的那个 那个演员特地拍部电影去讽刺填表格嘛 那么当然啦 还好啦 现在我们看见了 最新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 斯里兰卡 今天走到这样的下场 74年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封国啦 听人家的话啦 封啦 人家叫你封你也封啦 你斯里兰卡 你凭什么去封你的国啊 斯里兰卡 你早早你就应该打开你的国门呢 去迎接游客的嘛 不知道他听谁的话啦 封封封封 封到现在啊 封贵了啦 现在呢 没有钱买蓝料知道吗 因为刚好老天爷最近不下雨给他喔 因为斯里兰卡40%的电 他可以用水电 他有他水力发费 现在不下雨啊 没有 现在斯里兰卡没有钱啊 外汇用到玩啊 货送啊 买不起那个煤炭啊 买不起油啊 现在又打仗了 又买不起油啊 所以现在每天只能够停电 每天只可以用 你看 呃 我们算是很幸运了咯 这个 如果我们今天大马 再不打开国门呢 人家有一天真的变斯里兰卡这样了 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呢 怎么办啊 然后人命的生活呢 如果4月1号呢 因为大马正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叫做那个过渡时期嘛 那个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时期 就是与病毒共存的过渡时期嘛 所以很多东西需要改变了 包括这个双性家庭呢 因为大家呢 我可以讲呢 95%的人呢 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的那个工作了 或者有些人已经转换跑道 找到新的工作 总之都在工作了 所以这个学校呢 千万不要再搞这个东西 闻流 因为这个双性家庭呢 是吃不消 双性家庭呢 根本没有办法去幸福 因为他其中一个孩子呢 他就要停止 然后很多很多中小企业呢 还没有走出这个 这个疫情的阴霾啊 这个阴霾还在笼罩当中 所以 所以讲起那个1500块呢 有很多中小企业 到现在还没有能力呢 去实施这个东西 关于大马的措施 会不会改变呢 大马的卫生总监 这个我们的三个呢 我们讲了 六个星期 六个星期里面呢 他卫生部会再做一个检讨啊 他是会放更松呢 还是会收紧呢 这样子不知道啊 要看一下外国游客进来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了 其实大马早就应该开饭了 不开饭了 就像斯利兰卡这样子 你斯利兰卡凭什么 你凭什么就封国啊 如果斯利兰卡像独拜这样子呢 早早就打开呢 独拜一早就打开 独拜封城三个月就开了 那7月7号那天 2020年7月7号就开了 所以他们一早就看懂这个东西 那大马呢 竟然封到了2022年的这个 4月1号呢 才解封了 所以如果疫情角度呢 大家绝对放心 因为境外输入呢 跟你讲啊 少之又少的 又少的又少又少 他正在整辆飞机的人进到大马呢 几乎整辆飞机都没有人中的 很少的 而且很多呢 我前一期讲过嘛 搞黑店嘛 人家明明在外国Tesla没有啊 下飞机 坐掉飞机 两三个小时是飞机下到大马 Tesla确诊啊 你相信啊 然后后面就说啊 隔离多少钱啊 保险多少钱啊 他从你的袋子挖不到钱 他就从保险 搞这个黑店啊 搞这个黑店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大家现在开放国门呢 你出国也是一样的 你在马来西亚Tesla确诊明明没有中呢 你吓到那个人家的国家 人家跟你Tesla确诊的话呢 你记得他重新再Tesla 不然直接找泰国有那个旅游警察 直接进那个旅游警察到警了 他们可能在搞黑店 要去Claim你的保险啊 要去从你的保险当中用Claim掉那个钱啊 所以记得 那么外国游客来干嘛呢 短期游客呢 就是新加坡人进来买这些东西出去 那不用买保险啊 但是你要待久一点的 大概五天啊 一个星期啊 你就要买保险 马币呢 几十块到几百块啊 不贵的啊 反正他就能够完全的涵盖呢 你你如果在大马呢 下到大马你才确诊的话呢 把那个所有的医疗费用呢 都能够cover得到 那么大家要出国的也记得 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医疗保险 记得啊 在大马呢 免费一并啊 大马是免费到绝对免费的啊 就是你确诊的时候 你跟我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啊 这样子叫做免 叫做大马政府的免费办理医啊 啊 听好好啊 你在大马确诊呢 大马人呢 政府是免费办理医的 就是你跟我待在家里不准处 不准处呢 发现这个叫做免费给你医 但是你如果在外国怎么办 啊 外国呢 人家 人家不像大马这样子的 是免费医疗免费医病的哦 啊那怎么办 啊 所以那个保险呢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出国的话呢 那个这种的保险呢 啊 大家一定要买齐买购呢 然后就可以 安心的 出国了啊 所以很多人呢 也可以像我刚才讲的这样子 4月1号之前呢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 你的人生的上半辈子 然后4月1号之后呢 你可以当做是 你的人生的下半辈子 就是新的人生 下半辈子的第一天 因为这个4月1号呢 除了打开国门呢 大家不要忘记呢 ETF啊 啊 那么 之前很多那些专家 一直跟你讲不要拿 不要拿 但是呢 现在出现另外一批专家呢 叫你拿 啊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咯 以前的时代呢 是这样子的 人老了真的是不能够做工 人老了没有ETF呢 必死无疑啊 真的在古代 在二三十年下 没有工具金 没有退休金 必死无疑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 很多人呢 他的收入 因为收入模式改变嘛 很多人到老了啊 赚更多钱啊 越老越有钱啊 他哪里还需要这个退休金 是不是 所以呢 最重要就是看你自己咯 你是不是现在这么需要那个钱呢 还是你觉得你老了才需要那个钱呢 当然你不要忘记那个通货本站啊 你现在拿呢 是现在的一万块 一万块够你一家人出国玩一个礼拜回来的 你到了你退休的那一年呢 你拿出一万块呢 对不起啊 出去喝 可能一个Lotator 一个Data rate 就一万块 我跟你讲的 很难讲的 那你知道油间大马变斯里兰卡 变印尼呢 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啊 人人千万富翁啊 所以到时啊 DPF的一万块啊 就够你 真的够你出去吃一碗那个碗碳米啊 够力啊 你就后悔 你就后悔 你今年没有把那个钱拿出来用了 是不是 啊 所以只要你里面的钱足够多 真的是足够多的话呢 真的你拿出来呢 做最有效率的东西 而且很多人呢 真的他需要 因为政府已经够好了啊 叫你拿出来 给你拿出来了 这笔钱呢 可以让很多人呢 重新来过 所以真的 在上次4月1号之前 举白期啊 那个 那个已经过去了啊 举白期事业公司倒闭 好像呢 像我 我教育美农 这个哈贝萨 这两个行业 韩布朗和哈贝萨 零收入啊 几个月啊 真的2020年 我零收入几个月啊 大家经历过这个 这样的日子 大家知道啊 那么这些已经过去了 现在呢 这1万块呢 可能可以给你 重新的 去做一个生意 重新的 开启你的一个新的人生 做生意要本钱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好好的应用啊 那么4月1号 随着这个外国游客 重新回来之后呢 这个你 你原本 假如你是做这个游客行业的呢 你可以重新的 做回这个行业了 所以很多行业 通通可以做回了 所以 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 所以刚才讲过了 那个境外输入是很低很低很低的那个比例 影响呢 不会太大的 而且呢 人家也不 现在的人也会吃饱太得空啊 自己确诊了 还坐飞机 就坐到 坐到 坐到美来西亚来 把病毒带过来 很少这样的人啊 吃饱这样得空啊 因为他在他的国家 他要上飞机呢 他已经过了很多层了 啊 你们上过飞机 就知道了 你要通过很多关了 他就 确保你上到飞机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确诊的 啊 然后你才下来 所以已经filter掉了99.99%了 剩下 剩下真的坐飞机带进来呢 那个巴仙率很低 所以大家放心 大家尽管啊 尽管啊 把整个心情调整了 那现在我们过渡阶段了 我们重新来过 我们的人生呢 重新的来过 所以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一万块呢 能够让你有一个机会呢 开启你一个存心的人生呢 那你就拿出来用吧 拿出来投资自己吧 一万块呢 投资回自己的身上 给自己呢 重新有一个人生 啊 人家讲说 要做小贩 要做小贩 刚好呢 一万块本钱咯 啊 你看我们一些观众讲 他要去送藏 送藏本钱也要一万块吗 你没有买MOTO 没有买 没有买这个设备 他有人讲说 要来拍摄要做YouTuber 真好一万块给你 哎 设备啊 跟你讲啊 你没有这样的本钱啊 设备啊 设备啊 你不要看我们 我算是很简单的做了的 我的设备啊 我跟你讲啊 有一天我慢慢跟你们讲 要花多少钱啊 全部样样都是成本的 公寓三起器 必先利起器啊 样样都要成本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 应用这一万块呢 那么希望呢 大家呢 下半辈子 就是我们就把4月1号呢 当作大家的下半辈子呢 大家快乐 大家好 大家变得更好 那么也感谢大家呢 长期支持我们的节目 但是我可以预见的就是呢 大家呢 在今年呢 绝对会变更好 因为大马呢 已经解封了 大马呢 不在乡 他不在乡 他不在乡 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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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封国你也封 叫你封城你也封 啊 因为大马已经清醒了 大马已经不听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大家呢 重新来过了 好 那么 祝大家呢 愚人节快乐 OK 好 我们下回再见